奔騰首先搶出來,跟著入定線,然後外道也有賓鹿、俊士 中間也有顧魯夫,然後加寶最後有開心明居 然後才有雞尾酒,最後有長茅 稍為後一點的馬,有紛紛公園、泉門和喜連之區 現在開始轉馬黃灣的時候,入定線幾個戰馬已經搶出來,已經賣爛了 跟著是賓鹿咬著第二位,奔騰跳去第三,然後加寶首要第四 顧魯夫跳去第五,最後一點,有開心明居和俊士 中間有長茅,跟著有紛紛公園,雞尾酒在尾三個位置 然後全滿三尾,就是喜連之區 現在轉馬黃灣到對面直路中間的時候,見到入定線 趕放、趕樓,也有過幾碼位,奔騰一路咬著在第二位,奔騰跳去第三 然後有顧魯夫和加寶一隊在第四、五位 最後見到有開心明居,外面有紛紛公園,開面也有俊士 接著有尾四,有長茅,然後是雞尾酒,全滿,包美之前是喜連之區 現在差不多跑完直路的時候,戰場沒甚麼變化 日平線是陸著,過幾碼位,奔騰一路咬著第三 然後就是加寶,告魯夫,最後過幾碼位,之前見到有繁紛公園 然後就是開心明居,進士,跟著有全滿,然後是長茅 雞尾酒在尾二位置,包美就是這隻喜連之區 他們轉回中間的時候,日平線還是按著碼位,奔騰一路咬著它 然後就是奔騰,跟著有顧魯夫和加寶在加寶 然後開了明居大外甲,一轉入直路的時候 看到這個奔騰術中再來挑戰日平線 然後奔騰就在埋面上,開面也有顧魯夫,然後加寶也在找位置 到最後三百米的時候,看到奔騰在馬來中再來挑戰日平線 和這個奔騰,外面有雞尾酒同樣殺出來的 到最後二百米的時候,看到外面有雞尾酒幾個摺步 每個人都是奔騰的,然後就是日平線 還有加寶藏一些,然後爬來奔騰 就是中天,雞尾酒贏的樣子 奔騰跑過第二的,第三名就是後長的這隻長茅 雞尾酒,年紀大一點,一直留到很後的位置 誒,又贏 在香港那裡跑了,他真是很定蕩 一條直路,全部過了 奔騰一早已經咬著好位置 回來後,仍然是保持第二 這個奔騰是高手 好了,又是八角的角哥 第一名是三號雞尾酒 第二名就是九號的奔鹿 第三名就是六號長茅 第四名 好了,這場又是法國馬贏 雞尾酒,哇,在香港都沒輸過 出三次就贏三次,這麼厲害 國際碗女王杯,好像特別在香港那裡 他中間那段開段二十三個六 就對雞尾酒有著數了 他如果有些二十五個七,二十五個七 雞尾酒就不著數了 馬主都喝得杯落了,不止喝雞尾酒 開了香檳 那奔鹿 都跑過第二,衝回過第二 第三名就是六號的長茅 第四名就是五號的家寶 全部都是外隊馬 好了,講一下派賽先 第一名三號馬雞尾酒 讀人派賽四十六個半 位置派賽二十四個半 第五名就是奔鹿 位置派賽六十五個半 第三名就是六號馬的長茅 位置派賽三十九元 連贏位是四百九十九元 三號賽四千九百一十九元 二分零一秒四時間 投票人二馬三又四分三馬位 第三個半馬位 通過… 中茅